嗨 欢迎大家回到Gins Camelife 大疆发布的这台mini 3 Pro 我相信是很多非友们的心头爱 那当然也是我的 小巧方面的机身和不错的画质 是我走哪都会携带的一台航拍设备 那ND滤镜也是我必须使用的东西 那不论是大疆自己出品的官方滤镜 再或者是这个Freewell出品的各类的滤镜 那都是你很好的选择 而你想拍出丝滑的航拍画面 那你就必须学会使用ND滤镜 那安装好滤镜之后 怎么去设置相机的参数 我之前的视频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那今天我们就不再去啰嗦 希望了解的朋友们 可以找我之前的节目来看 那今天我们来说说Freewell出品的广角 和电影变形镜头 近期大疆mini 3 Pro更新了这个支持广角镜头的这一个更新 那当然官方也开始售卖他们自己的广角镜头 而Freewell这家公司我相信大家玩航拍的朋友肯定是知道他们的 那他们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套装 那广角镜头和电影变形镜头Y加ND滤镜的套装 为什么会有ND滤镜呢 而且为什么我会推荐Freewell的套装呢 因为如果你安装了广角镜头之后 你不再去加一个ND滤镜的话 广角你是有了 而你的丝滑的电影画面却没有了 所以Freewell在设计上就考虑到的这一点 那开始正式介绍他们之前 我们用视频说话 那先来看一段我用Freewell广角镜头和电影变形镜头拍摄的样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那看完之后我们先来说说这颗电影变形镜头 我们俗称的这个Animorphic Lens 那这可能是我玩航拍最喜欢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效果滤镜 如果大家刚才有注意到我的航拍画面的话 你会发现有的镜头在高光处有这种蓝色的拉丝的光影效果 这就是电影变形镜头能够带给你的画面效果 而我们在电影的拍摄上大量被使用的也正是这种电影变形镜头 那如果你有注意观察过这个电影画面 除了21比9的画面尺寸之外 那对于光影的拉丝效果就正是这个电影变形镜头所带来的 那它的安装也非常简单 那你将原本的这个无人机的镜头的这个保护罩取下 同样办法就是把电影变形镜头安装上去 开机之后云台会自动效准 当然有了电影画面的拉丝效果 我们的丝滑画面还是需要ND滤镜的加持的 那么Freewell为他们的这个电影变形镜头和广角镜头都设计了从ND16到256的这五颗滤镜 你只需要将它轻轻的套在你的电影变形镜头或者是广角镜头上就好了 那这是一个很聪明而且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我们来说说这颗广角镜头 大家都知道很多地区那航拍的话根据当地的法规是有限高的 那么在同一高度你如果需要更宽广的视野 你就必须使用广角镜头 而本身mini 3 pro的镜头呢是24毫米的 其实并不算窄 但是呢如果对于拍摄一些波澜壮阔或者你想要你的画面更加震撼 镜头视野越大你得到的内容会越有效果 而这颗FreeWild的广角镜头可以将你的视角扩展到111度 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得到一个更加宏大的场景 那它的安装也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你将这个ND滤镜也是同样的套在你的广角镜头上就好了 那希望你也会尝试着使用一下这些不同的FreeWild的滤镜在你的航拍上 它们会让你的航拍画面有别于其他人的 那也会带给你自己更震撼更独特的视角 好的那这里是金字开门Live 我们下次见拜拜